异地恋真的会打败爱情吗 哎 黎丑 你跟岳野也快结婚了吧 我们 已经分手了 一定要去吗 这次工作机会很难得 你放心 我一定努力工作 两年后一定会调回来的 那你要记得经常回来看我 放心好了 大学时 我们是人人羡慕的一对 毕业后 我们将要面临两年的异地恋 这家小蛋糕特别好吃 等你回来我们再一起来吃 我们每天都会很想对方 总是会第一时间 跟对方分享日常 等我回去带你全吃一遍 我一会下班要跟同事聚餐 结束了给你打电话 组长 下班跟我趁不晚 还没吃饭吧 这是我亲手做的便当 不用了 我女朋友已经给我点外卖了 谢谢你啊 诶 月月 这么晚了一个人回家不安全 我们也很努力地给对方安全 坚定地为对方抵挡住身边的诱惑 我去开一下门 你不是说没抢了票吗 怎么回来了 小小花 你过生日我怎么能回来呢 我托人买个占卜 那你占了十个多小时回来的 其实你没必要 好了小兽星 快去蜡蜜许愿吧 那天他封城铺骨地奔下了 胜过所有遥远的温柔 我看你那边下暴雨了 记得戴伞 穿个后外套 已经两年多了 为什么还不能掉回来 我家都已经把订婚的场地选好了 客户又临时追加了项目 现在缺人手实在是找不开 不是项目没有 我以为我们的爱可以打败距离 直到我们之间开始直升下争吵 你这个小腿骨折至少要住院一个月 赶紧让家属过来陪同吧 见不到面的日子 我幻想过无数次 她突然出现在我需要她的时候 月圆 你怎么样了 你为这些有什么意义吗 我说我出生我的时候很害怕 我说我肯伤得很严重很疼 你就能过来照顾我吗 你吵 我不想再听你说对不起了 我们分手吧 一定练真的太难了 我坚持不下去了 好 见不到的面 摸不到的爱真的毫无意义 我们的爱 终于还是没能克服距离 月月 我现在已经掉回来了 你还愿意 我老公来接我了 我先走了 你们慢慢吃 怎么会不遗憾呢 经营了这么久的待遇 最后分手连面都没见到 隔着屏幕就结束了 天下 分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